茶点过后的第一位 这个掌声应该可以再激烈一点点 对吧 好 谢谢 在你的学习生涯当中 有没有试过遇到一位 让你非常讨厌的老师 他可能常常打压着你 让你觉得自己很没用 甚至想好多的借口 就是为了要逃避他的课 而且你会在他的背后 为他取很多的难听的外号 对于这样子的老师 你根本对他所教的课目不想上 甚至逃避觉得学习是没有乐趣的 又或者是在你的学习过程当中 曾经出现过一位让你很喜欢的老师 他让你觉得有信心 觉得自己受到欣赏 甚至对于他所教的课目 不管有多难 你都会觉得是很轻松的 记得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最令我头疼的课目 就是数学 对于这一科 我完全没有办法掌握数字的意义 而且对于需要灵活思考 或者是需要运用的数学题 更是感到无助 这一科的成绩 往往没有超过三十分 后来很庆幸的 我遇到了一位等待远赴台湾留学的学长 我已经忘了 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遇到他 但是我却非常清楚的记得 他在引导我爱上数学的那一幕幕 学长同理 我对数学的恐惧以及无奈 并对于我的每一个小进步 给予称赞 我很喜欢 也很享受这样子的学习过程 结果出乎意料的 数学竟然成为我中学生涯里 最棒的科目 你我都曾经被身边的一些人所影响着 而我们也一直在很自觉 以及不自觉的情况之下 去影响别人 这样的影响可能是很积极很正面的 也可能是很消极很负面的 我从事特殊教育十五年 在过去的这十五年当中 我遇到了很多很多很棒的人 他们在各自的不同领域当中 尽他们最大的能力 给予特殊需要的孩子鼓励以及支持 同时 我依然还在看到很多特殊的一群 不断地被排挤 被隔离 甚至被侮辱 很多无情的眼神以及语言 一直在打击着一个一个的家庭 明明是一位五岁的脑伤儿 他没有行走的能力 甚至在胸前需要围着一大片的手帕 因为他不能够控制自己的口水 虽然有五岁的体积 但是他的身体软绵绵的 就好像一名新生儿一样 有一回 父母带着明明去到超级市场买东西 就在他们排队等待付钱的那一刻 却引起了隔壁另一户家庭的异样眼光 一位妈妈对着他那大约和明明同龄的孩子 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你看他 如果你不好好读书 就会像他一样变成白痴 这样的一句话 也许是要激励自己的孩子努力读书 但是却自私地打击了这样子的一个家庭 这样的教育模式 只会让我们的孩子带着自我以为的优越感 去鄙视那一些人 我们常人口中认为的白痴 结果父母带着明明 还没来得及付钱就离开了 夫妻俩哭了很久 从此以后 这个家庭也很少外出了 在马来西亚的教育环境里面 我们真的可以接纳特殊需要的一群吗 去到儿童游乐场 看到样子不太一样的孩子 很多父母还是会紧紧握着自己孩子的手 不让孩子靠近他 在学校里面 还是有很多父母跟老师说 你不要把我的孩子放在某某某的旁边 因为我不要我的孩子被他传染 也一样面对障碍和自闭 也许我们很多人没有用语言伤害 像明明一样的孩子 但是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 态度 眼神 也可以一样具有很大的杀伤力 我想说 特殊需要 不会传染 我要再说一次 特殊需要 不会传染 从小到大 我们都不曾缺乏道德教育的机会 道德教育教导我们什么 尊师重道 教导我们奉公守法 可是我们似乎没有从道德教育里面学习 如何去尊重 有自闭症 有过动症 有脑伤这类的孩子 而我认为 最佳的道德教育 是来自于早期的家庭教育 当许多的父母 都在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更去注重 孩子是否 对他人抱有更多的同理心和尊重 这一点 似乎在道德教育里面 我们真的没有学到 不管是 不理睬人 发出怪鹰的自闭儿 还是活力惊人 无法控制自己的过动儿 或是看上去非常正常 但是却无法认知阅读的学脏儿 还是 视之虽然健全 但是却面对肢体障碍的体脏儿 他们 都有需要接受适合教育 自己教育的机会 而身为老师 父母 以及在座的每一位 你是否愿意 让这些人 更具尊严的生活 只要我们 带着多一点点的同理 去理解 他们目前所面对的障碍 是非常艰巨的 了解他们的无助 我相信 我们能够给予他们 最大的帮助 今天 站在这个舞台 我要感谢 当年同理我的学长 而我更要感谢的是 在我过去15年里面 面对的每一位 特殊需要的孩子 以及他们的家庭 他们让我看到了 很不一样的自己 而且 找到了生命里 很多很多的感动 以及心灵上的满足 今天 我想要分享 他们带给我 生命里领悟的 三个特教理念 而这三个特教理念 是我在我这15年里面 一直都在坚持的 我不晓得 各位想不想听一听 想不想听一听 12年前 治疗室来了一位 六年级的小孩 最让我震撼的就是 已经小六的他 居然无法 把ABC照讯息写出来 简单的单位数加法 也无法完成 甚至无法认知 无法阅读 而我当下看到他的 第一个感觉就是心疼 我非常心疼 这位孩子 是如何度过他在小学 这几年的每一天 教导他的过程 是非常漫长 以及艰辛的 因为 我常常都会犯下 同样一个错误 就是我虽然知道 他有严重的学习障碍 可是我还是会认为 他不够用心 还是会认为 他不够有持续的 去学习的这个动力 而往往 我用了很多 一般的方法教他 结果 我越来越没有耐心 而他 也越来越害怕我 直到有一回 当我无论如何 用了很多的方法 去教导他的时候 他还是学不会 那时候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 我带了非常锐利 以及讽刺的眼神 瞪着他 结果 他低着头 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老师 不要生气 我知道我很笨 这样的一句话 以及他当时那个眼神 狠狠地敲醒了我 我现在面对的是 特殊需要的孩子 不是一般人眼中认为 不愿意学习 或者是懒惰的孩子 而往往在教导 这些比较慢的孩子的时候 我们最容易失去的就是耐心 而忘了 其实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面对的不是态度问题 而是学习问题 这样的一个孩子 让我一辈子都记得 也奠定了我的第一个特教理念 就是了解和接受 每一个特殊需要的孩子 都需要 接受不同的教育方式 所以走到今天 我带着这个理念 一直地走下去 那我想跟大家说一说 每一个人 不管是你跟我 我们的学习模式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能够学习的 不表示 他是能够学习的 只有带着尊重跟理解 我们才能够 用最好的方法 是他最好的方法来帮助他 第二个特教理念 就是走进孩子的世界 当我刚刚入行的时候 我面对最多的 就是自闭症的小朋友 自闭症小朋友 最常做的就是 重复性的动作跟行为 他们喜欢摇晃自己的双手 喜欢趴在地上 看着汽车轮子不断地转动 而我最常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想尽不同的办法 不断地去阻止他们 结果我越阻止 他们就越做 我越阻止 他们就越闹 他们就越反抗 直到有一回 当我在教导一位 严重自闭的孩子 要阻止他的行为的时候 我阻止不了 我感到很纳闷 很生气 而当时他在 努力地摇晃自己的双手 而那一刻 我也在摇晃我自己的双手 可是我抱着的心态是什么 看谁摇得比较厉害 就是这样子的态度 结果 竟然意外让我发觉 从来不看人的他 居然眼角 会描向我摇晃的双手 那一刻 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 刻意的阻止 只会换来更多的反抗 而我们需要做的 不是一厢情愿的认为 我已经接受你了 那我应该可以教导你啊 重点是 他们有没有把我接纳为 他们的一份子 他们是否也接受了我 所以在教导这些小朋友的时候 我深深的理解 不是我接纳他们就可以 前提重点是 他们必须要接纳我们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 走进他们的世界里面 让他们去接纳 第三 学习欣赏孩子 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进步 在我还没有进入特殊教育之前 我完全没有办法相信跟理解 原来有孩子是不会或者是不喜欢玩玩具的 十一岁的女孩 十一年当中都没有看过玩具一眼 有一天 这位妈妈 语代兴奋的语气打了一通电话给我 她告诉我 今天带孩子去百货市场 居然发觉 孩子走去她从来都不去的玩具部门 并拿起了一包玩家家酒的玩具 想要打开它 而妈妈当下很好奇 把玩具买下 想要看看这位从来不看玩具一眼的孩子 到底要干嘛 结果一回到家 女儿把玩具打开 假装烹煮玩具香肠 并装在碟子上 端给了爸爸吃 父母俩非常感动 十一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互动游戏 居然发生了 也许对我们来说 半家家酒的游戏 甚至是一笔一画的动作 都是那么理所当然的 但是对于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来说 这一切都是来得不易的 因此我要再一次呼吁 每一位去欣赏 不止你身边 而是每一位坐在你旁边的 你的朋友 你的同学 你的家人 去欣赏每一个 我们看似微不足道的小进步 每一年 特殊需要的人数不断在喷声 让我们来看看一下数据 1975年 每1500人当中 就有一名是自闭儿 到了2014年 每68人当中 居然有一位就是自闭儿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统计 从2003年到2011年 过动症的人数 居然增加了52% 这样子的数据惊人吗 因此特殊需要的孩子 应该被关注 而关注他们 已经不再是一个家庭的事 而是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 甚至全球 都应该共同关注的 今天在这短短的TEDX分享当中 我希望呼吁 所有的国人 可以一起用更同理的心 去接纳 去包容 去协助这一群不一样的人士 而当然 我要再强调 这些不一样的一群 他们不需要我们的同情 或者是怜悯 他们需要的是我们的尊重 还有同理 回想过去 我放弃高薪白领 只为了投身在这一个当时 显为人知的特殊教育领域 很多人都认为 这是不值得的 更多人认为 我这是飞而扑火 自寻死路 很多年过去了 这一路走来 我很欣慰 看到许多的这些同道中人 开始也一起来关注 特殊需要的一群 而让我更坚信的就是 我当初的抉择 以及这一路的努力 都是值得的 最后我想说 当我们可以一起 用微笑 用同力 去接纳 那些看似不一样的一群 时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世界 一定会更美好 因此 让我们 继续为他们加油 因为我相信 飞而扑火 不一定会自取灭亡 因为他们 在我们的支持 跟同力之下 也一定可以像 扑火飞而一样 而且会越战越勇 让我们从新出发 用微笑 开始接纳吧 最后 借助你们的 这一个掌声 献给所有 非常漂亮的天使 谢谢 谢谢